再看到共軍頻繁擾臺 最近更是沿著東部繞島遠航 讓外島的空防是拉起了警報 那空軍在一百零七年 把英式飛彈部署在綠島 強化東部防衛作戰任務 這款飛彈能夠結合雷達搜索 攻擊中低空的進犯目標 在臺服役超過五十年的時間 但是因為系統老舊零件停產 預計明年全數都要汰換 成為未來會由天空三型飛彈來接替 調整飛彈射角 瞄準敵方目標 短短六秒時間 就能發動攻擊 聽從孔令附送動作 飛彈裝上發射架 關兵動作駕輕救手 綠島飛彈突擊排 迎式飛彈有效射程四十公里 屬於中低空防禦系統 最大速度每秒達八百公尺 屬於我們陰式系統來實施攔截 一台裝備都有輪胎尾車 就代表說它是一個具機動性的一個裝備 那從現在的愛國者系統跟天空系統 其實他們的機動作戰 都是由我們陰式系統演變而來的 超強機動部署能力應對近期 共機多次沿著我國東部繞島遠航 透過雷達遵守八十公里範圍 中低空進犯共機 傳遞到連指揮所 隨即下令高空雷達鎖定目標 環璧就能啟動飛彈發射鈕 我們空軍針對這個應變處置 一直都有加強的針對這種低空進行目標 做一個防範 強化這個台東地區的防空作戰任務 保養上的話基本上每天都會將面板打開 然後做陽光的曝曬 以及做防潮措施 目前投戰率是百分百正常的 綠島氣候相對潮濕保修員 必須熟悉裝備修繕 確保飛彈正常運作 結合花東愛國者飛彈構成綿密防空火網 臺灣本島淡水高雄同樣也有 陰式飛彈部署 從一九六三年接裝服役近年系統 老舊零件停產 預計一百一十二年 正式開除 陰式飛彈在台服役超過五十年 傳聞退役後 將由天宮三行飛彈接替空防任務 持續捍衛海疆安全 記得林靜廷 廖偉紅 綠島採訪報導